那女明星没有感觉到气氛微妙 她自信地微微一笑 双手把高脚背递到了丽北绝的面前 大眼睛眨巴了一下 柔声说 丽少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的粉丝 我特别崇拜你 我叫诺兰 朋友们都叫我诺诺 你也可以叫我诺诺 本来冷峻的男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他 当听到诺诺两个字的时候 突然侧头看向她 暗哑开口 诺诺 她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 下午在广场遇到的那一个走丢的小女孩 她记得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就叫诺诺 想到那个小女孩 她就想起了把那个小女孩抱在怀里 软软诺诺的感觉 拘冷的眉目柔和了一些 再看眼前含羞待怯的女人 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越看越觉得她配不上诺诺这个名字 她眸色冷得跟西伯利亚的冰山有的一拼 丝毫不掩饰脸上的嫌恶 索吻一般的薄唇上下一碰 谁让你过来的 啊 女明星前一秒还在云端 下一秒就被打落在了泥潭 一时片刻没有接受过来 捏着红酒杯结结巴巴地扬起头 厉 厉 厉少 冷峻的男人捏住她的下巴 俯身靠近 仿佛地狱走出来的恶魔 压迫感十足 滚 她甩开手 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硬气的眉头一皱 扫过包厢里的其他女人 居人余千里之外冷冷地说 我对你们装模作妖的那一套没兴趣 不要来烦我 我耐心有限 谁要再来烦我 我会送她一张非替国的机票 我说到做到 替国出了名的又乱又穷 除了煤矿外 什么都没有 那些本来有一点小心思的女人 一下子泄气了 最开始被立北决让滚的女人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窘迫尴尬地 就跟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 还是私沉上前拯救了她 拿过了她手里的高脚背 不等她感激 贵气地弯起毛子 露出了一个小酒窝 送了一句 出去吧 明天早点到公司 经济事务部门的人 会和你谈解约的事 解 解约 连基本规矩都不懂的人 你觉得我会留着 思沉温和极了 但比谁都无情 去吧 那女明星脸彻底白了 她想求情 但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乖乖出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然她会更惨 她放下了酒杯 恍惚地出去了 包厢又恢复了宁静 吃宝贝笑咪咪地看着这个结果 小脸得意地跟林安心说 安心阿姨 我说吧 她肯定要倒大美 就你鬼机灵 林安心捏了一把她的脸颊 漂亮的脸上又放晴了 好了 这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我陪你看熊出没吧 好啊 自从她家女人不在家之后 她都找不到人一起看熊出没了 一个人看起来又没意思 和安心阿姨一起看 最好 她从自己随身的包包里 摸出了iPad 选出了熊出没 随便挑了一集 和林安心一起在角落里看起来 看着看着 没一会儿 她就睡着了 丽北爵第一时间发现了 蜷缩在沙发上睡着的小家伙 她打断了四成的 聊到一半的话题 起身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先走了 啊 我才说了一半 你要去哪儿 回去 这么早 这才刚开场 丽北爵撇了一眼睡得香甜的小人 没有废话地拿起了外套 一边走一边说 改天再约 丝辰还想挽留 被霍雷亭拉住了 丽北爵迈开大长腿走在了沙发边 弯腰把睡着的吃宝贝抱了起来 跟林安心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带着人走了 她一走 林安心立刻拿起包包 女王气质避现 跟一旁郁闷的男人说 丝总 霍尚 我也走了 明天还有广告 她根本就是走过场的意思了一句 说完转身就走 那叫一个潇洒自艺 半点面子都没有给 丝辰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了包厢 拧起了眉头 自己给自己叨了一杯酒 仰头一饮而尽 一贯贵气的毛子染上了一丝烦躁 一丝无可奈何 抓着霍雷霆的肩膀 头疼地问 你说 我还要怎么对她 她才懂我的真心 你什么时候对女人有过真心了 霍雷霆不以为然 她也想知道 她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有真心了 何况 还是对一个心狠到可以把她的孩子打掉的女人 丝辰满嘴苦涩 又拿起旁边放着的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给霍雷霆也倒了一杯 拧起眉头 喝 北角走了 今晚你不准再走了 陪我喝两杯 霍雷霆看她心情不好的样子 端起了高脚背 没有多说 陪着她喝了起来 紫荆园豪宅里 霍雷打开了门 看着高大的男人抱着吃宝贝进了卧室 轻手轻脚地把人放在了床上 盖好被子 这才拉上了门回到了客厅 她闻到了男人身上的酒味 上前问 爵爷 要为您准备蜂蜜水吗 丽北角捏了一下鼻梁 疲惫地解开了衣领的扭扣 吩咐道 帮我泡杯咖啡 这么晚了还喝咖啡 莫非 爵爷今晚上又不打算睡了 霍雷担忧地说 爵爷 要不我为您准备一杯牛奶吧 晚上喝杯牛奶 有助于睡眠 安眠药都没用 牛奶也不会有用 对她有用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吃恩恩 该死的 她怎么又想起了那个女人了 丽北角心烦意乱 拧起眉头 不要那么多废话 准备杯咖啡 端进我的书房里 我先进去了 是 她走到了一半 忽然又停下来 顺便把药也拿进来 虽然她不想吃那个药 但她需要休息 哪怕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明天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谈 她放下替国的事 那么快回灵市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个生意 之前 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脱见面 据说是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要等她们的代表回公司 她们公司的代表也是今天的飞机 她不喜欢在同一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 明天无论如何 她要和对方的代表约到见面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